美国华盛顿时报发表捍卫民主基金会创始人及主席该报专栏作家梅一的文章说 现在看来正在摧毁世界生命和民生的新冠之毒 似乎不太可能发端于武汉的一家野味市场 它更有理由始于武汉一所城市实验室 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的证据表明这种病原体既不是基因工程的产物 也不是作为生物武器释放的 而是由于意外或更直接了当的说是由于无能而流出的 中共官员否认这一说法 川普总统证实美国情报机构正在进行调查 至少早在今年1月中共统治者就已经意识到 他们正在应对可能成为全球大流行病的地方疫情 在那个时刻 如果他们公布所知的情况并阻止感染者出国旅行 就会减少伤害 根据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研究 如果中共登局的干预措施提前三周实行 新冠之毒的传播可能会减少达95% 但中共统治者反其道而行之 1月14日 他们声称这种疾病不容易传染给人类 1月19日 他们宣布病毒是可控制 其传播也可防止 他们迫使那些了解情况的人 包括医生记者甚至市长等通通晋升 有些人甚至失踪 也许有人会说 中共统治者为了国家形象而进行欺骗 这可以理解但不可原谅 世界卫生组织是主要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的联合国机构 华盛顿每年提供的资金是北京的十倍 世卫组织和中共政权的声明一唱一鹤赞扬北京对疫情的应对 以及习近平极其罕见的领导 该组织拒绝建议限制与中国的贸易或前往中国旅行 直到3月11日才宣布新冠之毒为大流行病 多年来越来越多的跨国组织在敌视美国的政权指导下 拿着美国纳税人的钱反对美国 最近中东媒体研究所报道说 中国的阿拉伯与电视网仍在告诉1400万国外观众 去年10月前往武汉参加国际军运会的美军人员可能携带新冠之毒 令人奇怪的是包括老布什 克林顿 小布什在内 不论保守派还是自由派 有多少人设法让自己相信共产主义独裁体制正在演变为美国的伙伴 川普也为习近平唱赞歌 这是他的谈判策略之一 可是却并不奏效 然而川普政府也是第一个将中国视为对手的美国政府 这写进了2017年公布的国防战略 根据是中共政权正在加强军备违反海事法律 拘禁维吾尔穆斯林 镇压西藏 压制香港自由 大量窃取知识产权 发动信息战和法律战以及绑架国际组织等 当前的全球卫生及经济危机将促使世界人 更加广泛地认识到中共一党专政对国内的压迫政策 对国外的霸权野心 这个政权威胁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安全 德国最大最重要的报纸《图片报》的编辑 最近对习近平发出公开信 抨击习正在危及世界 策划通过输出瘟疫策来加强中国 但你不会成功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之际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消息 万维TV会员网站已经开通了 成为万维TV的银牌会员 您可以浏览万维TV节目的纯音频版及文字版 帮您节省更多的流量 而成为万维TV的金牌会员 除了音频和文字外 您还可以拥有更多的选择 有我们特别为会员录制的专属视频节目 更有万维TV主播的后台花絮 请点击视频下面的内容简介 有加入会员的链接 还在等什么 赶紧成为万维TV的会员吧